在开始之前先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无论是网页加速还是游戏加速 这些都是通过软路由来加速的 那么今天简单给大家带来是软路由的配置教程 软路由的话上手还是比较难的 不过当你配置好之后一切都轻松了 软路由你可以叫它公共机 也可以叫它小型的电脑 它能做的事情非常的多 性能非常的强大 相比于同价位的华硕 网线路由器性能还要强 当然了WiFi并不是它的强项 我手头上的这个是奔腾金牌4415U 双核四线长的处理器 12GB的内存8257412网卡 6个千兆网口 好的 首先你需要在你的电脑上准备好 ESXi的安装右盘 这个的话 首先把你的右盘格式化成FAT32的格式 然后把镜像文件里面的文件 全部拷贝进右盘就好了 然后把你电脑网线的另一头 接到这个软路由的X0的接口上面 也就是这条网线的一头接你的电脑 一头接软路由 接下来把右盘插到软路由上面 然后接通电源 软路由默认是通电自起的 这个是不用你自己设定的 开机后从右盘起动 进入ESXi的安装界面 在这里快速按下Shift加O 然后输入以下的命令 把那个虚拟内存 从默认的改为8GB 然后就可以回车 确定进入安装界面了 接下来来到欢迎界面 回车继续 接下来RF11接受条款并继续 接着它在手描可用的设备 好的 现在已经识别到我这个250G的固托硬盘 选择它继续 接下来这个地方是键盘布局 默认就好 回车继续 接下来设定管理员的密码 也就是登录密码 接下来确认是否安装 RF11确认 安装过程还是很快的 毕竟这个系统很小巧 安装完成之后 它要求你把右旁拔掉 然后再重启系统 重启完成之后 RF2输入密码 进入系统设定 然后把光标下 也到这个Configure Management Network 也就是设定管理网络 回车进入 接下来选择IPv4设定 然后选择第三个设定静态地址 这个的话就要根据你自己家里网络来设定了 就比如说我设定成192.168.50.253 这个就是EXXI的后台地址 直网也码还是一样 三个255.0 然后网关这边 我填写为即将安装 并且设定的网络有的地址 设定好了之后 就回车 接下来设定一下DNS 关标下移到第二个按空格 然后我们设定一下DNS服务器 在这边和网关一样 都是192.168.50.1 都是由OpenWRT来解析的 或者你想改其他的都可以 就比如说腾讯的119.2929 接下来hostname改为EXXI 设定完成之后按Enter回车 接下来按ESC确认变更 并返回上一级 接下来重启一下管理网络 按F11确认 好的 现在回到你的电脑上 用Chrome浏览签的输入192.168.50.253 进入这个EXXI的后台管理界面 录的账户的密码 就是你刚刚设定的那一个 好的 我们已经成功进入系统了 分配一下许可证 也就是激活一下 OK 激活成功了 接下来我们来到网络这一块 在物理网卡这边 你可以看到只有一个网卡在工作 也就是我们现在在用的 因为我们只插了一条网线 也就是电脑直接连软路由的那条网线 所以说这个网卡 你不要直通 其他的5个可以直通 如果你把现在用的这个网卡直通的话 那么你再也进不去 这个EXXI的后台界面了 如果你真的直通了 现在这个网卡 那么你只能重装系统了 你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网卡的PCI地址是01 好 接下来我们来到硬件PCI设备这里 来操作一下直通 除了01 也就是现在用的这个网卡之外的5个网卡 都可以切换成直通模式 切换好之后 重新引导即可 重新引导之后 你会发现物理网卡只剩下一个了 也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一个 其他5个全都直通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到虚拟交换机 编辑下这个默认的虚拟交换机 然后在安全这里 把这三个选项都切为接受 保存即可 刚刚忘了说一件事 就是当你安装完ESXi系统之后 记得在你的电脑上把IP地址给固定一下 就比如说我的IP地址是50.123 然后直网也码3个255.0 然后网关是50.1 接下来我们新建一个文件夹 命名一下 就比如说Home LED 然后再新建一个文件夹叫ISO 接下来把OpenWRT的固件拷贝进来 这个文件已经是虚拟机的格式了 所以说就可以直接用固件的话 大家可以到Home LED的仓库下载 或者说自己动手能力抢的话 可以自行编译 两文L大也提供了圆满 让你自行编译 编译的话需要自备Linex系统 最好在本机上安装 而不是虚拟机里面安装 关于如何编译 不在本期视频的讨论范围以内 除此之外 你还可以加入OpenWRT的电报群 这里面提供了很多教程指南 还提供了很多成熟的固件 因为这些固件是不断的在更新优化的 不断的在修复bug的 所以说它的稳定性会好很多 如果你自行编译的话 可能需要编译好几个版本 才能稳定下来 最后欢迎大家加入我自己的电报群 接下来我们先建一台虚拟机 兼容性为ESXi7.0 然后选择稍后安装系统 系统这里选择Linex 4.x内核64位 接下来给虚拟机命名一下 然后选择下储存的位置 位置就是刚刚的那个D 盘到后面LED就行了 接下来选择 你想要虚拟的CPU核心数量 一般双核就够了 接下来选择内存2GB就够了 网络的话选择主机模式 下一步 下一步再下一步 接下来选择现有的虚拟磁盘 就选择刚刚的那个固件就行了 接下来它会提示要转换 转换一下就好了 最后我们再编辑一下设置 在这里可以把关区生卡打印机 这些用不到的全部删掉 接下来就可以关闭设定了 好的 接下来我们按CtrlL 连接到软路由的ESXi的服务器 输入192.168.50.253 输入账号密码就可以登录了 好的 现在我们已经成功连接到服务器了 接下来把这个Home LED的虚拟机上传到ESXi 选择服务器选择储存的例子 整个过程很快的 接下来我们回到服务器 可以看到已经成功上传了 接着我们来到储存这里 可以看到Home LED的文件夹拷贝过来了 接着我们再设计一下虚拟机 因为我之前核心书不小心设多了 这次改回来 这个就是完整的双核心双线层了 接下来在内存这里勾选预留所有的客户机内存 因为我们只通了网卡 所以说这个必须得勾选 接下来我们添加一下那五个只通的网口 好的 这样的话就配置好了 直接点确定 好 接下来启动一下虚拟机 然后呢 它就开始进入引导界面了 当画面停止下来之后呢 你按回车 接着输入一下的命令 进入网络设置 然后光标下移到任口IPv4的地址那里 按下insert 把IP地址改为192.168.50.1 接下来按ESC 然后输入冒号wq退出 然后再输入reboot重启 大家别忘了在这里启动开机自启功能 这个功能还是挺有用的 就比如说你家里停电了 后来来电了之后呢 网路由自己启动 然后呢 这个系统呢 也自己启动了 最后呢 我们输入192.168.50.1 就可以进入这个路由系统了 目标密码呢 是password OK 成功进来了 接下来来到网络接口这边 修改一下令口的设置 在物理接口这边呢 把其他的五个直通的网口给勾选上 然后保存应用 接着我们把光猫的那个千兆网口的网线呢 一头接到软路由的一个接口上 就比如说我接到了最后一个ESC5的接口上 接下来来到状态概况 可以看到ESC2的接口呢 被激活了 这个就是连接光猫的那条线 也就是即将要设置的Win口了 接着我们回到另口这边呢 把物理接口的ESC2给取消勾选 然后呢 保存并应用 接着我们编辑一下Win口 在物理设置里面呢 能够选上ESC2并保存 接着回到基本设置 把协议改成PPPoE 这就是拨号 因为我的光猫是桥节模式 所以说让软路由来拨号 如果你的光猫是拨号模式的话 那么呢 你的软路由呢 就设置为DHCP模式就好了 一切顺利的话 你现在就可以联网了 DHCP呢 也正常分配了 网页呢 也可以正常访问 好的 那么本期视频呢 到这里也差不多结束了 本期呢 主要讲的是软路由的一些初始化操作 关于更多的详细网络 设置能下期再讲 这台软路由来能做些什么呢 就比如说TurboACC网络加速 还有本地的SmartDNS服务器 还有KMS激活服务器 可以激活所有的Windows系统 Office办公软件 还有梯子 还可以在NetX虚拟机里面 部署京东自动签到 还可以在Windows Server 2019里面 挂个Q用农场 还有更多好玩的东西呢 等待你的发现 好的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加个订阅哦 点击订阅按钮 旁边的小铃铛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最新的视频了 最后欢迎大家加入UP主的电报群 QQ群还有Discord 也不要忘了关注UP主的推特 Facebook还有IG哦 那么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